马上来看到最近的社会消息 张花县射头相由两名机车骑士 在经过路口的时候 跟一辆闯红灯的休旅车发生碰撞 肇事的诚信驾驶涉嫌酒驾 在车祸发生之后立刻逃逸 警方在一个小时之后 在驾驶的租屋处逮到了人 没有想到他竟然呼呼大水 诚嫌的酒色值为0.74 然后已经超过我们的法定标准值 然后相关的 我们将以照考及公共危险罪 这样大家喊请赞办 被撞的两名机车骑士 其中一个人是脚骨折 身上多处擦伤 那么另外一名骑士伤势更严重 头部脚部多处骨折 目前还在医院观察当中